华哥是个冷酷杀手 他刚杀完一个人准备离开 却在路口遇见盘查的警察 只好躲进路边的洗浴中心 顺便清洗一下身上的血迹 起料踩中一块肥皂 醒来后的他竟然失忆了 丢肥皂的罪魁祸首 是一个邋遢落魄的群众演员大宝 家徒四弟没个固定工作 年纪也不小了 却没个对象 房东隔三差五的跟催命符似的要房租 这样的生活想想都绝望 大宝就过着这样的日子 于是他选择了上吊自杀 可是因为绳子质量太垃圾 他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自杀失败了 绝望的大宝想起自己 还有张洗浴中心的优惠券 想着死也要死得体面一点 于是来到了洗浴中心 在这里撞见了杀手华哥 这才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这一刷把两人的衣柜钥匙给调换了 看着华哥的名牌手表和豪车 大宝动了歪性思 拿着华哥的钱包 把欠下的一大堆债全还了 最后找到了前女友 可谁知前女友就要结婚了 花了华哥的钱 大宝良心不安的来看望华哥 却发现华哥失忆了 还把自己当成了大宝 想要恢复有点困难 必须有特定的事物的刺激 可是唯一剩下的手机 也因为不记得密码而无法打开 大宝将错就错 干脆顶替了华哥 与此同时 单身母亲小倩来到医院 看望装病的儿子 学校有个演讲比赛 可儿子非要演讲自己的父亲 其实你可以考虑换换换别的题目 比如说我的母亲 我伟大的母亲 我美丽的母亲 我可爱的母亲都可以想 这么多年了 我们全校同学都已经对你很了解了 送完儿子上学 小倩准备回公司 却不小心见了出院的华哥一连水 因为愧疚 她决定送华哥一程 车上二人有了一番对话 你就算失忆 总应该记得自己的名字吧 那你多大了 应该是32 是不是有点鲜老 没有 我33岁 通过收据地址 华哥回到大宝家 另一边的大宝也去到了华哥家 打开门 两人都傻了眼 一个家里极致豪华 另一个却脏乱臭 就在华哥惊讶的时候 小倩进来了 原来华哥刚刚把药落在了车上 看着杂乱发臭的房间 还有一根断掉的绳子 小倩对华哥露出同情的眼神 这是房东来要债了 小倩看华哥可怜 替他交了租 为了感谢小倩 华哥将大宝给自己的水果送给了小倩 两人还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也算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在休养的日子里 华哥一直努力寻找自己身份的证明 另一边 大宝在住进豪宅后 却逐渐奢靡起来 纸醉精密之后 他开始打量起华哥的房子 发现衣帽间里 有不同职业的身份证以及服装 一开始 他以为华哥是个半假证的 可随着事态进展 他发现华哥房间居然还有手枪 他以为华哥跟他一样是个演员 这时华哥众多手机中的一步响了起来 大宝紧张的拿起来接听 是某个客户准备付他尾款 去拿尾款的时候 却撞上来找活的华哥 华哥为了感谢他帮自己交医药费 邀请他到自己家做客 回到家发现小倩也找了过来 二人一进门再次傻眼 短短几天时间 华哥就把垃圾房收拾的整整节节 唯独那根上吊用的绳子没有丢掉 鼓励完华哥大宝继续去收尾款 却被两个黑衣人带到了火锅店老板中杰面前 原来就是这个钟姐顾华哥去杀了自己丈夫 看着视频里的血腥场景 大宝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手脚害怕的直哆嗦 但表面上他还是假装冷静 钟姐以为他只是耍酷不爱交际 直接把剩下的钱拿给他 看着一大袋钱 大宝眼睛都直了 但光是杀了丈夫还不算 钟姐还要他帮忙解决小三 这下大宝彻底清醒了 合着自己刚出篮窝又入虎穴 可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却突然意识到 这或许是上天在暗示自己 用另一种方法活下去 于是他决定先调查小三 另一边的华哥却变得纯凉起来 他和小倩来到餐厅 却意外发现自己的英文居然很溜 他将这条线索写在笔记本上 小倩好奇的查看他的笔记 发现他将欠自己的钱也一一记着 于是在纸上写下一句话鼓励他 华哥看完却哭得像个孩子 因为有了小倩的鼓励 华哥决定不论怎样也好好活下去 期间他不断努力演戏 因为表演卖力 还得到了一个重头的表演机会 和小倩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而大宝也在接近暗杀目标的过程中 渐渐的感受到对方的善良 久而久之竟然爱上了对方 因为儿子的演讲在即 无奈的小倩请求华哥 假扮成儿子的父亲 去给儿子一个惊喜 因为儿子想要一个宇航员爸爸 华哥冒险偷走剧组的服装 赶在演讲结束的那一秒打开大门 像个真正的宇航员一样走上台 第一次见面的二人也和真的父子一样 台下众人都为他们欢呼 小倩十分感谢华哥 晚上二人喝酒庆祝 小倩借着酒劲大胆示爱 可华哥却没反应过来 二人沉默着 却露出局促有幸福的微笑 之后华哥去演戏 片场小倩等待他结束下班后去聚餐 可就在表演的时候 现场不仅却让华哥想起了一切 原来自己竟然是个杀手 他不愿意耽误小倩 随着人群从小倩面前消吃 另一边的大宝 也因为爱上目标不忍下手 他决定告诉对方一切 让他拿着钱远走高飞 却不料自己身陷险境 中倩竟然发现了大宝是个群众演员 逃脱中倩追杀的同时 恢复记忆的华哥也找到了他 回到家 华哥先把大宝数落了一顿 这时警报响了起来 中倩带着人来到了门外 华哥立即把大宝拉到床上 就在中倩等人闯进来的那一刻 开动机关掉到了下一层 原来下一层才是华哥真正的家 楼上的中倩等人搜索一番 没有找到人 只好奇迹败坏的空手而归 这时华哥才解释起自己的身份 原来他并不是什么杀手 而是一个中倩人 顾客顾他杀人 他就把消息告诉当事人 并配合对方演绎出假死的戏码骗客户 这样既不用杀人 又可以两头赚钱 可以说相当于一个高级演员 现在中倩把大宝当成了他 那他们可以再演一次假死骗过中倩 但条件是大宝要把自己的身份让给他 完事之后大宝想去哪就去哪 欠他的钱也不用还了 大宝一寻思 这主意划算 二人立即排练起来 这可不能穿帮 不然大家都要一起死 可就在他们紧锣密鼓的安排时 却接到消息 小倩的儿子不见了 怀疑是中倩绑架了 华哥半程警察上门和对方谈判 谁知中倩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还被发现他的枪是假的 暴露的华哥被抓住一顿暴打 关键之后大宝打了电话 说自己把小三带来了 约中倩到废弃剧场见面 中倩带着华哥来到剧场 地上小倩假扮成被打死的小三 大宝也发挥精湛演技 把杀手演得像模像样 就在几人以为成功骗过中倩的时候 起料中倩也不是吃素的 现场虽然血浆满地 但没有血腥味 几人的骗局被轻松拆穿 这时小倩接到电话 原来他儿子没有被抓 早就已经回家了 小倩用密语让儿子报警 眼看暴露了华哥眼尖手快 一把抓过中倩的老乡好当人质 几人逃至门外找到车 可华哥没来得及上车就被抓住 车开出去不远 二人不想丢下华哥又反了回去 大宝和华哥并肩作战 两人杀得正欢的时候 中倩捡起一旁掉落的匕首 捅向了华哥 原来这把刀是华哥的道具刀 中倩又上当了 电影最后中倩被抓 华哥和大宝因为诈骗被调查 人潮汹涌中不幸的人彼此相遇 给予彼此鼓励 重拾活下去的信念 阴暗的人生也向阳而生 或许我们都是人潮中的那一个 即使生活不幸也不要放弃信念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转发留言